农历十月初衣室进入寒冬后的第一天 古时有寿衣、祭祀、开卢等习俗 提醒人们注意寒冬要来了 这一天,妇女们要拿出棉衣 送给在远方戍边扶摇衣的亲人 在为亲人送去寒衣的同时 逐渐发展为逝去的祖先也一并送去过冬寒衣 因此,十月初一也被人们称为寒衣节 关于寒衣节的来历 民间大致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个是朱元璋兽衣传说 另一个是孟江女给丈夫千里送寒衣 还有一个就是蔡伦造纸和蔡末烧纸 但不论哪种传说 都离不开人们对于祖先的思念和对亲人的关怀 今天,咱们就讲一个关于宋寒衣的故事 话说明朝嘉靖年间 在山西焚州府临县东南 有个名叫孟家庄的小村子 村子里有位女子名叫孟淑娥 她心灵手巧 聪明伶俐 父母对她是爱如珍宝 十八岁时 惊人撮合 孟淑娥嫁给了邻村一位名叫高秋生的男子 新婚后 两口子相敬如宾恩恩爱爱 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 孟淑娥品行极好 喜欢乐于助人 与乡亲们相处和睦 是村子里难得一见的好媳妇 陈家庄地处山区 穷乡僻壤 十年久旱 仅仅依靠家里的吉姆博田高家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窘迫 为了能让父母妻儿不至于挨饿受冻 惊人介绍 高秋生便来到了离家六百多里以外的 大同城当了一名良殿的活计 丈夫走后 孟淑娥上敬公婆下安子女 把家里上上下下 打理得井井有条 公婆是看在眼里洗在心里 转眼间 丈夫离家已经八九个月了 天气不知不觉间 已经凉了起来 大同地处北地 寒冷一长 丈夫临走时穿的还是单衣 马上就要入冬了 她有棉衣穿吗 想到这里 孟淑娥的心中不由的为丈夫担忧起来 其实 还有一件事情 令孟淑娥牵肠挂肚 临行前 孟淑娥曾经和丈夫有过约定 不管她那边有没有事情 每隔两个月必须写信报个平安 但离约定的日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孟淑娥还没有收到丈夫的平安信 她的心中便暗自着急了起来 为了怕公婆担心 孟淑娥并没有把没有收到信的事情告诉他们 而是骗他们说丈夫一切都好 但她心中却早已经焦急万分了 深思熟虑之后 孟淑娥决定独自一人前往大同查看一番 做了决定以后 她连夜给丈夫做了一件郁寒的棉衣 第二天便辞别公婆 独自一人朝着大同去了 一路上跋山涉水 风餐露宿 这一日她终于来到了大同城 按照丈夫曾经告诉她的地址 孟淑娥找到了位于城北的洲际粮行 怀着激动的心情 孟淑娥走进了粮店里 此时正值四十 北京时间九十至十一时 前来买粮的乡亲们非常多 粮店的伙计们正在紧张忙碌着 孟淑娥点起脚尖朝里面看了过去 想在人群中找到自己丈夫的身影 但看了半天也没找到 就在这时 一个伙计朝着她走了过来 大嫂买粮吗 孟淑娥摇了摇头说道 小兄弟 我打听个人 伙计问道 谁 孟淑娥说道 这里是不是有个名叫高秋生的伙计 听了孟淑娥的问话 伙计先是愣了一下 紧接着 原本还算热情的面孔转瞬间就变得冷冰冰的 看到伙计的这副神态 孟淑娥的心不由地挤了一下 只听伙计沉着脸问道 你是她什么人 孟淑娥连忙说道 我是她妻子 是从老家赶过来的 伙计正要答话 却听有人朝着她说道 小六 没看到人们都在这里忙吗 你在哪里耍什么贫嘴 听了这话 名叫小六的伙计 便把孟淑娥扔在一旁赶紧干活去了 从刚才那个伙计的态度中 孟淑娥察觉出了一丝异样 于是便又朝着其他人问了起来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余的伙计也和小六一样 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态度 看到这 孟淑娥不由地着急起来 于是就坐在梁殿门口哭喊了起来 很快 梁殿门口就围过来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哎 真是可怜 一个女子从那么远的地方跑过来 却没能见到自己的丈夫 你说心里能不着急吗 能怪谁呢 谁让他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呢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听到这话 孟淑娥疼的一下 站了起来 朝着刚才说话的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大哥 你刚才说什么 我丈夫他怎么了 男子欲言又止 男子越是不肯言语 孟淑娥的心中越是着急 就在这时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走了过来 问孟淑娥 你是高秋生的妻子吗 孟淑娥赶紧点了点头 老头又说 媳妇呀 你不要着急 听我慢慢给你说来 老头一边说 一边带着孟淑娥 来到了不远处的一个烧饼摊前 坐定之后 老头给孟淑娥拿来了一个烧饼 说道 你这跑了这么远的路了也挺累的 先吃点东西店补店补吧 孟淑娥现在哪有心情吃得下东西 她哭着对老头说道 大爷 我丈夫她到底怎么了 求求你赶紧告诉我吧 老头叹了口气说道 媳妇 你先不要着急 反正事情也已经出了 你就是现在把自己急死她 也于事无补 实话告诉你 秋生她出事了 一听这话 孟淑娥顿时急了 怎么了 她出什么事了 老头说道 一个月前 梁殿的周掌柜 派了你的丈夫和另一个 名叫李林全的伙计 外出要账 谁知道 下午时分 却只有那李林全一个人回来了 她浑身是伤 回来后告诉周掌柜 说你丈夫半路 把她打倒在地 拿着要回来的帐跑了 从那以后 你丈夫就不见了踪影 听了老头的话 孟淑娥犹如 五雷轰顶一般 过了一会之后 她才哭喊着说道 不可能 我丈夫她老实巴交 怎么能做出 那样的事情来呢 老头叹了口气说道 不要说你了 就是我也不相信 像当初 她在这里的时候 经常帮着 我劳两口干着干啊 你说她那样一个 心地善良的人 怎么会做出那种事情呢 孟淑娥咬牙说道 不可能 就算是天底下的人 都认为我丈夫 是那样的人 我也不会相信 大爷 那个李林全 还在梁殿里吗 我要找他问个明白 老头说道 听梁殿里的伙计 说他这几天不在了 就算是你找到他 又能怎样 媳妇 听我一句劝 既然事情已经出了 你也不用太担心 不如这样 你先在我这里住下 然后再做打算 你看怎么样 孟淑娥摇了摇头说道 大爷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就不麻烦你了 你知道我丈夫出事的 那个地方在哪里吗 我要去看看 不管他是死是活 我都要找到他 老头见孟淑娥执意如此 便将高秋生当初打伤李林全 抢走银子的那个地方 告诉了孟淑娥 随后 孟淑娥便朝着那个地方去了 高秋生是死是活 他真的是李林全口中 那个抢劫伤人的逃犯吗 孟淑娥千里送寒衣 迎接她的并不是丈夫热情的笑脸 她能找到丈夫吗 请接着往下看 走了大约两个多时辰之后 孟淑娥来到了老头口中 说的那个地方 那地方甚是偏僻 周围好几里地都没有人烟 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山路的一边就是深不见底的山沟 看到这 孟淑娥的心不由得凉了 不过从她往这里走的时候 她心里其实早就有了打算 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月了 怎么可能发现蛛丝马迹呢 其实她来这里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图个心安 寒露已过 天气不知不觉间已经冷了起来 空空的旷野中更加觉得寒气逼人 没过多久 太阳便西沉了 孟淑娥朝四周看了看 见不远处有尖破屋子 便走了过去 计划在这里将就一晚 等明天再做打算 屋子虽破 但至少能遮挡住凌冽的西北风 进到屋子里后 孟淑娥在墙角蹲了下来 一闭上眼 孟淑娥的脑海中 就会出现丈夫熟悉的笑容 想着想着 孟淑娥不由地嚎啕大哭了起来 凄惨的哭声挑荡在空旷的荒野上空 听在耳朵里既恐怖又令人唏嘘 哭着哭着 孟淑娥抱着给丈夫做的棉衣睡着了 就在她睡着不久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把她惊醒了 这荒郊野岭的 还是半夜三更 怎么还有人呢 想到这里 孟淑娥赶紧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木棒 紧紧地握在了手中 脚步声越来越近 孟淑娥的心也越发地紧张了起来 片刻过后 一个黑影从外面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孟淑娥连忙问道 谁 什么人 听到声音后 黑影在门口停了下来 大 大妹子 你不用害怕 我刚才遇到了歹人 情急之下 便跑到了这里 既然你在里面 那我就不进去了 就在外面靠着墙避避风得了 说完 黑影便在屋外靠着墙蹲了下来 听了男子的话 孟淑娥的心不由地放松了一些 她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从窗户朝外面看了过去 墙角下 一个男子正蹲在那里瑟瑟发抖 借着月光 孟淑娥看清楚了 那人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衣 看来连衣服也被人抢走了 见此 孟淑娥便说道 大哥 外面冷 不如你进屋子里来吧 听了孟淑娥的话 男子缓缓地站起了身子说道 这荒娇也领的 你我孤男寡女 多有不便 我还是在外面吧 孟淑娥说道 哎 出门在外 哪有那么多讲究 再说了 我看你衣着单薄 要是在外面冻上一叶 身子哪能受得了 听孟淑娥这样说 男子便不再坚持 随后便走进了屋子 靠着门边的墙蹲了下来 孟淑娥随后 又把给丈夫做的寒衣 递给了男子 大哥 我见你衣着单薄 想必是衣服 也被歹人抢走了吧 我这里有件衣服 你先穿上郁郁寒吧 或许是太冷了 男子倒是没有谦让 结果衣服就穿在了身上 过了一会之后 男子问道 大妹子 你为什么孤身一人待在这里 或许是勾起了伤心事 孟淑娥又哭了起来 从孟淑娥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男子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大妹子 也太难为你了 既然你是个心地善良之人 我看你的丈夫心眼 也肯定不会太坏 就冲你刚才的这番举动 大哥相信你 停了一会 男子又说道 大妹子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你也不用太着急了 我名叫张文远 在离这里十多里的地方 开着一间客栈 明天你就跟着我先回客栈 安顿下来 等以后再做打算 你看怎么样 孟淑娥苦笑着说道 多谢你的美意了 只是我一心挂念丈夫的安危 只有找到她我才能放心 不管她是生是死 我都要见到她 听了孟淑娥的话 张文远的心里不由地朝着孟淑娥竖起了大拇指 既然是这样 那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只是你一个人 可要小心了 以后只要遇到难处 就去客栈里找我 一番交谈之后 不知不觉间 天已经亮了 张文远便辞别孟淑娥回家去了 张文远走后 孟淑娥便在四周 打听起了高秋生的下落 但却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这天 在一条路上 孟淑娥碰到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这几天来 孟淑娥就像是疯了一样 只要碰到人 她就会上前打听 见到男子后 孟淑娥走了上去问道 大哥 我问你打听个人 听到孟淑娥的说话声 男子停下了脚步 谁 孟淑娥问道 大哥 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高秋生的男子 他原先是周济两行的活计 后来初始失踪了 听了孟淑娥的问话 男子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问道 高秋生 你是谁 找他有什么事 孟淑娥说道 我是他妻子 前几天我从老家前来找他 两行里的人却说他出事了 我不相信 就想在他出事的地方找找看 男子上下打量了一番孟淑娥 随后神神秘秘地说道 大妹子 你可找对人了 来 跟我走 听了男子的话 孟淑娥顿时喜出望外 大哥 真的吗 你真的知道秋生他在哪里吗 男子巧声说道 妹子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跟我来 说完 男子便朝着一条小路上走了起来 孟淑娥赶紧跟了上去 走了大约一刻钟 男子停了下来 孟淑娥连忙问道 大哥 秋生他在哪里 就在男子转过身的一刹那 孟淑娥从他的眼神中 感觉出了一丝异样 于是心中便暗暗警觉了起来 男子的脸上 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和善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胸下 只听他冷笑一声说道 待会儿你就能见到他了 话音未落 男子顺手就抄起一根棍子 朝着孟淑娥打了下去 幸好孟淑娥早有准备 她赶紧侧身躲过立生问道 你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加害于我 男子没有答话 而是又朝着孟淑娥打了过来 孟淑娥毕竟是女流之辈 抵挡了两下 便被男子打倒在地 情急之下 孟淑娥拿起手中的棉衣 就朝着男子的脸上蒙了过去 只听哀腰一声 男子松开了手 捂着自己的眼睛 大叫了起来 再看去 男子的眼睛里 竟然有鲜血冒了出来 趁着这个功夫 孟淑娥赶紧爬起身来 朝着大路上跑了出去 那男子见孟淑娥跑了 心中大怒 强忍着疼痛撒腿 便追了上来 眼看离孟淑娥不到一丈远的距离了 男子顺手抄起一块石头 就朝着孟淑娥砸了过去 石头不偏不已 恰好砸在孟淑娥的后脑勺上 孟淑娥亮亮呛呛地往前 又跑了几步 随即便栽倒在路旁的一条深沟里 一动不动了 男子来到沟边往下一看 见孟淑娥一动不动 眼见她是性命不保 于是便赶紧离开了 也算孟淑娥命大 从两三丈高的深沟里掉下来之后 她竟然没有死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醒了过来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男子的眼睛里 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血来 孟淑娥的心中很是疑惑 于是便拿起她给丈夫做的那件寒衣 看了起来 寒衣上 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 等到她看清楚那个东西时 她这才明白了过来 原来 孟淑娥当初离家寻找丈夫时 因为心中着急 以至于连用来 缝寒衣的针都忘在了衣服里 衣服做好以后 这根针就一直在衣服里藏着 就连张文远穿这件衣服的时候针也没有露出来 不然的话早发现了 事情就是这样巧 就在孟淑娥拿起寒衣 蒙在男子脸上的时候 那根两寸来长的针突然露了出来 恰好扎进了男子的眼睛里 男子是谁 为什么要害他 除了这样的事情 孟淑娥不敢大意了 他计划找张文远帮帮忙 拖着受伤的身子 孟淑娥就来到了张文远的客栈 得知有人要加害孟淑娥 张文远也很是意外 为了安全起见 张文远便把孟淑娥留了下来 让她住在了客栈里 傍晚时分 一个男子行色匆匆地走进了客栈里 男子脸色苍白 用眼上就像是受了伤势的蒙着一块布子 看到男子的样子后 张文远不由地愣了一下 在孟淑娥来到她这里的时候 已经将遇到男子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她 看到这个男子后 张文远猛地想起了孟淑娥曾经说过刺伤男子眼睛的事情 于是便警觉了起来 不动神色地将男子安顿好后 张文远找到了孟淑娥 妹子 刚才店里住进来一个人 很像白天要加害你的那个人 你可要小心了 孟淑娥说道 我刚才也悄悄地看见了 没错 就是她 既然她送上门来了 那我就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吧 说不定从她嘴里真的能知道我丈夫的下落呢 张文远问道 你计划怎么办 孟淑娥想了一会 随后便低声对张文远说了一顿 听了孟淑娥的话 张文远不由地笑了 随即转身出了屋子 天黑以后 张文远来到了男子的房间门口敲起了门 此时 男子正在炕上躺着 听到敲门声后 男子没好气地问道 谁呀 张文远说道 客官 我是掌柜的 我有件事情要和你说一下 男子问道 什么事 不能明天再说吗 张文远说道 这是呀 拖不得明天 一会之后 男子不情愿地开了门 进到屋里以后 男子问道 什么事 张文远叹了一口气 显得很无奈地说道 客官 真是不好意思了 今天下午 有个身受重伤的女子 倒在了我的客栈门口 我见她受伤严重 就把她救了回来 谁知道 就在你住进来不久前 她却死了 我还想着等着明天前去报官呢 你住进来的时候 我一时心慌意乱 就忘记和你说了 这样吧 你要是忌讳这些东西呢 就重找一家客栈吧 你要是觉得无所谓呢 那也行 反正住店的钱 我也不问你要了 你看怎么样 哎 真是对不住了 听了张文远的话 男子连忙问道 女子 什么女子 张文远说道 大约有个二十多岁 浑身是伤 就像是从土里跑出来的一样 哎 早知道她会死掉 说什么 我也不会管这闲事 你说我这不是闲着没事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男子又问 她真的死掉了吗 张文远说道 看你这话说的 她要是没死的话 我和你说这些干什么 客观 你到底是打算怎么办 是住还是走 男子说道 不就是一个死人吗 怕什么怕 不过你可不能问我要住店的钱了 张文远陪着笑说道 看你这话说的 放心吧 既然这样 那我也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说完 张文远便走出了屋子 张文远走后 男子自言自语地说道 你不是找你丈夫吗 你们夫妻俩就在阴间相会吧 哼 夜半时分 正在睡梦中的男子 被一阵凄惨的哭声惊醒了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听到这声音后 男子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 随即赶紧从床上坐了起来 只听 支哑一声 像是隔壁的房门打开了 隔壁不是放了个死人吗 房门怎么会打开 男子寻思道 就在这时 凄惨的声音再起响起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就在男子愣神之际 只听通的一声 门被撞开了 紧接着 一个浑身是吐满脸 是血的女子 一蹦一跳地跳了进来 看到这 男子顿时吓得叫了起来 鬼呀 鬼呀 一边说 男子一边冲出了屋子 朝着客栈外面跑了出去 女鬼并没有停下 而是在男子身后紧追起来 一边追口中 还一边大叫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男子一边跑一边回头看 女鬼依旧紧追不舍 跑了大约有三里多地以后 男子来到了半山腰的一间破庙里 庙里的一间房子里亮着灯 男子见状 便赶紧朝着那间房子 跑了进去 房间里昏暗的油灯下 一个和尚正在那里打坐 见到男子惊慌失措的样子后 和尚开口问道 师主 深更半夜闯入这里 意欲何为 男子惊慌失措的说道 大师 我碰到鬼了 身后一直有一个女鬼跟着我 求求大师救我一命吧 和尚说道 这世上哪来的鬼 只有自己心里有鬼的人才能看到鬼 就在这时 屋子外面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听到这 男子大惊失色地说道 大师 女鬼跟来了 话音未落 女鬼已经闯了进来 对着男子说道 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说完 女鬼便平举双手 坐视要朝着男子的脖子上掐去 此时 男子早已经被吓得面如土色 只见他跪着爬到和尚的身边 语无伦次地说道 大师 快救救我呀 和尚笑着说道 李林泉 你仔细看看 我到底是谁 刚才只顾着逃命 心中慌张 并没有仔细看清 和尚到底长得什么样 听和尚叫出了他的名字 李林泉很是疑惑 就朝着和尚在戏看了过去 等李林泉看清楚那人的长相后 他被吓探了 眼前的和尚 正是消失已久的高丘生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 当初 梁殿的周掌柜安排高丘生 和李林泉两人一同外出要账 把账要回来之后 看着白花花的银子 李林泉便有了据为己有的想法 于是 在一个僻静处 他把高丘生打伤之后 又把他推进了伸钩 随后 又把自己打伤 回到梁殿后 他便对周掌柜谎称 高丘生剑裁起义把他打伤后 拿着银子逃走了 由于李林泉伤势较重 周掌柜并没有起疑心 就把全部罪责归罪到了高丘生身上 没想到那高丘生命不该绝 从三丈多高的伸钩掉下去之后 他竟然没有死 还被一个路过的和尚救了下来 几天之后 高丘生醒了过来 醒来以后 高丘生便悄悄前往梁殿 要找李林泉讨个说法 还没有进城 他便听到了自己已经被追击的消息 为了保险起见 高丘生并没有贸然行事 而是又回到了庙里 从高丘生口中 和尚得知了他的遭遇 见高丘生不像是为非作歹之人 和尚便让他暂时留在了庙里 为了避人耳目 还给他剃了光头 成了一名假和尚 那天 孟淑娥来到凉殿时 李林泉恰好有事外出 回家路上 他碰到了孟淑娥 听孟淑娥向他打听高丘生 便警觉了起来 等到他知道 孟淑娥是高丘生的妻子时 为了怕事情败露 便将孟淑娥推到了沟底 办完这件事后 李林泉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便计划 潜逃回老家 没想到 在客栈里遇到了 被张文远救下来的孟淑娥 有人或许会问 难道李林泉就没有发现 女鬼是孟淑娥装扮的吗 在庙里他就没有认出 那个和尚就是高丘生吗 或许这句话能给你答案 鬼不在别处 就在李林泉心中 事情真相大白以后 李林泉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高丘生回到了凉殿 而孟淑娥则返回了老家 年后 高丘生把一家老小都接到了大同城 在那里安安稳稳地生活了下来 故事完 十月一 烧寒衣 每年农历的十月初一 是我国传统的祭祀节日 寒衣节 人们会选择在这一天祭扫 纪念亲人 为之 送寒衣 明朝万历年间 登州府闻登县境内有条河流 河岸边有个名叫刘家庄的小村子 因为紧挨着大河 村民们都以打鱼为生 村子里有户姓刘的人家 男主人刘三宝 是十里八乡赫赫有名的捕鱼高手 十八岁时 刘三宝娶了同村的王翠莲为妻 一年后 王翠莲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取名叫刘丰韵 从刘丰韵纪事时起 刘三宝就带着他出海打鱼 并且把捕鱼诀窍全部传授给了他 刘丰韵也没有让父亲失望 学了一身好本事 每次出海捕鱼都是满载而归 每年的七月十八 刘家庄都会举行一场捕鱼大赛 在前三年的捕鱼大赛中 刘丰韵都是榜首 转眼间 这年的七月十八道了 刘丰韵和往常一样早早的就起床了 收拾好东西之后 刘丰韵对父母说道 爹 娘 我走了 今天我一定还要给你们拿个投名回来 看着志在必得的儿子 刘三宝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心里很是高兴 但他还是按捺住内心的激动 对儿子说道 哎 同名不同名吧 我和你娘只盼着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了 渔王准备好了吗 刘丰韵回道 准备好了 都是五指的 柱 渔王通常是用指来分孔大小的 比如一指 二指 二指半 三指 三指半 四指 五指 一指是一厘米的 刘家庄村捕鱼大赛是按照所捕获鱼的重量来决定胜负的 为了捕到更多的鱼 不少参赛的男子都尽量用小网眼的鱼网 但刘家世世代代都遵循只用五指网眼的规矩 或许是刘家的这份善良感动了老天 尽管捕到的鱼数量不是很多 但却很大 一条鱼就能顶得上别人的十条 这也就是刘丰韵为什么能连续三年独占凹头的原因 得到儿子肯定的回答以后 刘三宝满意的点了点头 在父母关切的目光中 刘丰韵离开了家朝着海边走去了 海边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乡亲们 见刘丰韵来了 人们都和他打起了招呼 这时 一个和刘丰韵年纪差不多的男子朝着他走了过来 男子名叫张四毛 也是刘家庄村数一数二的捕鱼高手 但与刘丰韵相比 张四毛似乎少了点运气 连续三次比赛 他都以微弱的差距落败 别看张四毛嘴上说得好听 但他早已暗中憋了一股劲 一定要在今年的捕鱼大赛中拿到头名 看到刘丰韵后张四毛笑着说道 刘兄 今年我可要从你手中把这个第一夺过来 你可要小心了 年轻人都争强好胜 听张四毛这样说 刘丰韵也来劲了 四哥 拿第一不是靠嘴说的 而是要用实力说话 刘丰韵之所以要和张四毛针尖对迈芒 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刘家庄村有个名叫秀姑的姑娘 这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长大后 刘丰韵和张四毛同时喜欢上了秀姑 因为这 两人暗地里不知道叫了多少劲 秀姑其实早已经心有所属 他心底里更重义刘丰韵 刘丰韵这个人心地善良 心眼好 是个值得托付之人 张四毛心眼多 能说会道 但与刘丰韵比起来少了一些 实在多了几分狡猾 正因为此 秀姑便有意无意地疏远起了张四毛 如果能在这次的补鱼大赛中获得投名 在与刘丰韵的较量中 张四毛无疑会扳回一局 所以 他也是卯足了劲 听了刘丰韵的话 张四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因为话不投机 张四毛转身就离开了 很快 补鱼大赛就开始了 规则很简单 太阳落山之前 看谁补的鱼多 谁最多谁就是第一 比赛开始了 刘丰韵驾着船像离贤的剑一样冲出了岸边 大约半个时之以后 刘丰韵来到了他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把船停好以后 刘丰韵拿起鱼网撒了下去 奇怪的是 往常在这里 刘丰韵每网下去都能捕到好几条大鱼 但今天老天仿佛要专门捉弄他似的 连续撒了好几次网 网内都空空如也 这样一来 刘丰韵的心里不由得有点着急了 见在这里毫无收获 他便决定换个地方 快到岸边时 刘丰韵把船停了下来 他决定在这里碰碰运气 把网撒下去以后 刘丰韵便坐在船上焦急地等了起来 就在这时 河岸边的草丛中突然传来一阵响动 刘丰韵连忙掉头朝河岸边看去 突然间 一个巴掌大小的东西从草丛中一跃而起 朝着水中跳了过去 只听扑通一声 那东西直直地扎进了水里 紧接着 一个大约两尺来长的东西 也从草丛中跃起扎进了水中 后面这东西刘丰韵看清楚了 是一条蛇 就在他愣神之际 水面泛起了片片浪花 已经进到王里的鱼 瞬间四散逃窜开来 看到这 刘丰韵的心中不由得一阵失望 就在此时 一个东西破水而出境直朝着刘丰韵的小船 跳了进来 刘丰韵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只蛤蟆 刘丰韵连忙走上前去 要将蛤蟆从小船中赶出去 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刻 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蛤蟆突然开口说道 年轻人 快救救我 蛤蟆竟然开口说话了 刘丰韵着实被吓了一跳 就在刘丰韵目瞪口呆的时候 水面忽然一阵乱动 原本还风平浪静的水面片刻间就变得不平静起来 小船也差点被掀起的浪花打翻 突然间 那条长舌破水而出 令刘丰韵感到意外的是 长舌看上去似乎要比原先大了不少 而且在他越出水面 朝着小船冲过来的一刹那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越变越大 等快到小船时 舌头已经变得足足有碗口那么大了 此时 正低着头吐着红红的杏子 张口就要将蛤蟆吞下去 那蛤蟆看来也不是泛泛之辈 见刘丰韵已经被吓得不知所措 只好叹了口气 随即调转身子 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就在大舌要将蛤蟆一口吞下去之际 刘丰韵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 拿起船桨就朝着大舌打了过去 大舌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蛤蟆的身上 对于刘丰韵的突然袭击全然没有防备 只听啪的一声 船桨不偏不倚地打在了大舌的脑袋上 大舌吃痛不过顿时潜进了水里 蛤蟆见暂时脱离了危险 连忙朝着刘丰韵说道 年轻人 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就没命了 刘丰韵刚要开口说话 只见水面一阵翻滚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那条大舌已经用长长的身子 将刘丰韵连同小船卷在了身子里 只听噼里啪啦 一阵乱响 小船顿时就被大舌夹得粉碎 很快 刘丰韵的身子就被大舌牢牢地缠住了 眼看性命不保 刘丰韵连忙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刀子朝着大舌的身子狠狠地刺了下去 瞬间 大舌的身子就被拉开了一道一尺来长的口子 大舌吃痛不过 身子一阵乱扭 随即松开刘丰韵朝着水中逃窜了进去 已经精疲力尽的刘丰韵赶紧游上了岸 在他游上岸不久 那只蛤蟆也紧跟着他到了岸上 蛤蟆朝着刘丰韵咕咕叫了几声 随即说道 小伙子 你没事吧 刘丰韵疑惑地问道 你是神仙吗 蛤蟆点了点头 刘丰韵又问 既然是神仙 那为什么还打不过一条蛇呢 蛤蟆叹了口气说道 哎 各种原因等日后再相告吧 先说你吧 你的船也没有了 鱼也打不成了 我还有点法力 你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吧 刘丰韵笑着说道 法力 你要是还有法力的话 至于这么狼狈吗 你还是先管好 你自己吧 蛤蟆又说道 我听说 今天是你们村子里 一年一度捕鱼大赛的日子 要不这样吧 我把你送回去 再给你些鱼 肯定能让你那第一名 就算是我报答你了 怎么样 船没有了 王也丢了 打不到鱼今年的比赛 可就拿不了第一了 哎 真倒霉 可谁让自己碰到这样的事情呢 刘丰韵苦笑着说道 我拿第一 靠的是我自己的本事 要你帮忙的话 这样的第一不要也罢 不过 我的船也没有了 你要是能行的话 就把我送回去就行了 听刘丰韵这样说 蛤蟆不由地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也就不强求你了 来吧 到我背上来 我把你送回去 你只有巴掌大小 让我怎么坐上去 刘丰韵疑惑地问道 话音未落 蛤蟆已经变得足足有水缸那般大小 在一片疑惑中 刘丰韵赶紧骑到了蛤蟆的背上 刚骑上背 蛤蟆就像箭一样窜进了水中 很快就将刘丰韵送到了离比赛不远的一个地方 刘丰韵刚一上岸 蛤蟆就消失在水中不见了 日头已经开始天息了 参加比赛的年轻人也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在已经回来的人当中 张四毛以绝对的优势暂居第一 刘丰韵这家伙每年都是第一个回来的 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这秀姑不就是我的了吗 看着在一旁焦急万分的秀姑 张四毛的心里不由得一阵暗息 可就在这时 人群中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快看 那不是刘丰韵吗 哎 他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他的船呢 听到人们的叫喊声 张四毛也不由地朝着刘丰韵看了过去 还真的是 他怎么走着回来了 这小子到底搞什么鬼 一边想张四毛一边朝着刘丰韵就跑了过去 刘兄 你这是怎么了 船呢 鱼呢 张四毛急切地问道 刘丰韵笑着说道 四哥 我今天出了点事 船沉了 鱼也没打着 这今年的第一肯定是你的了 一听这话 张四毛的心里不由得一阵暗息 可他还是表现出一副不太相信的样子 朝着刘丰韵的身后 看了看 刘丰韵连忙说道 看什么看 我骗你干什么 见刘丰韵不像是骗人的样子 张四毛这才相信了他的话 转瞬间 他的脸上就露出了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 拿了第一之后 张四毛的心里十分高兴 连续三年被刘丰韵压在身下 这一回终于翻身了 他的心里说不上来的畅快 有了这个第一 张四毛有了底气 当天夜里 他就悄悄地来到秀姑家里计划和秀姑谈谈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 走到半路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尽管天黑沉沉的 但张四毛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那人就是秀姑 于是张四毛便问道 秀姑 是你吗 飞影停下脚步说道 是四毛哥吗 我是秀姑 张四毛走到秀姑跟前关切地问道 秀姑 这深更半夜的你一个人干什么去了 秀姑叹了口气说道 我去了一趟刘大哥家里 他今天不是没拿第一吗 我怕他心里想不开就去他家劝解了一番 一听秀姑这样说 张四毛顿时 醋意大增 于是他便说道 秀姑 咱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他没拿第一你就心急火燎的去安慰他 我得了第一 却没有得到你的一句祝贺 我在你心里 难道就没有一点地位吗 秀姑连忙解释道 四毛哥 看你说的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吗 张四毛冷哼一声说道 别假惺惺的了 我要的是你发自内心的祝贺 而不是这般虚情假意 我就搞不明白了 我哪一点不如他 你为什么就时时处处看我不顺眼呢 见张四毛越说越离谱 秀姑不由地暗中警惕起来 四毛哥 这男女之间的事情靠的是缘分 我只能这样说 你我之间没有缘分 你一定要知道原因 那咱们今天索性就把话都说开来吧 刘大哥心地善良 为人和善 是个值得托付之人 我这辈子除了他谁也不嫁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 秀姑扔下目瞪口呆的张四毛扬长而去 听了秀姑的话 张四毛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看着秀姑远去的背影 张四毛越想越来气 愤怒之下 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竟然紧走几步 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秀姑 面对张四毛的举动 秀姑猝不及防 等他反应过来以后 张四毛已经紧紧地抱住了他 惊慌失措之下 秀姑一边挣扎 一边大叫 张四毛 你要干什么 快放手 不然的话 我可就要喊人了 张四毛冷笑一声 放手 你不是不喜欢我吗 今天我就要让生米煮成熟饭 一边说张四毛 一边就要将秀姑的衣服撕扯下来 秀姑一边伸手阻挡 一边大声叫道 快来人呀 救命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 助手 听到这个声音 秀姑顿时喜出望外 话音未落 刘风韵已经快步跑到了两人的身前 只见他一把江秀姑拉 在身后一边对张四毛贺问道 张四毛 你这是要干什么 张四毛见自己的好事背脚 顿时怒不可遏 他斜眼看了一下刘风韵 然后冷哼一声说道 哼 刘风韵 你这个手下败将 竟敢管我的好事 我看你是活腻了 说完 他便挥拳朝着刘风韵打了过去 刘风韵刚要开口 张四毛的拳头 已经到了他的门面 刘风韵赶紧闪身躲过 随后便抬脚 就朝着张四毛踢了过去 刘风韵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和人红过脸 更不要说和人打架了 张四毛也是料定刘风韵不敢还手才打他的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 刘风韵竟敢还手 而且下手还这么重 刘风韵的脚 不偏不倚地踢在了张四毛的肚子上 只听通的一声 张四毛的身子重重地摔了出去 张四毛摔倒在地 捂着肚子大声叫唤起来 刘风韵见状便要上前将他扶起来 秀姑连忙拉住他说道 风韵哥 咱们赶紧走吧 张四毛看到两人腻腻歪歪的样子 心里又莫名地涌上了一阵醋意 急火攻心之下 一口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哼 你们这两个狗男女 你们给我等着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刘风韵有心在解释几句 但在秀姑的催促之下 他还是和秀姑急匆匆地走了 刘风韵为什么会及时出现 原来刘风韵从岸边回到家后 便把今天遇到的事情和父母说了 对于父母来说 在他们心里孩子的安危始终是第一位的 只要孩子能平平安安地回来 其他一切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天黑以后 秀姑上门来了 安慰了一番刘风韵后 秀姑便离开了刘家 刘风韵生性老实 直到秀姑走了一会之后 他才在父亲的催促下追了出来 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 为了怕夜长梦多 第二天 刘风韵便让父亲 托梅人前去秀姑家里提了亲 半个月后 刘风韵就和秀姑举行了婚礼 婚礼当天很是热闹 宾客散后 略有罪意的刘风韵激动地朝着洞房走了过去 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忽然一阵尿意袭来 于是他便调转身子 晃晃悠悠地朝着厕所走了过去 撒完尿出来没走几步 院门口忽然响起了一阵 咕咕的叫声 听到这叫声 刘风韵很是奇怪 就朝着叫声传来的地方 走了过去 叫声是从门口传过来的 开门一看 门口竟然有一只蛤蟆 刘风韵刚要开口 蛤蟆却开口了 傻小子 你结婚 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就在刘风韵疑惑之际 眼前忽然一阵金光闪过 金光散去之后 蛤蟆不见了 出现在刘风韵眼前的 竟然是一个胡子 花白精神绝朔的老头 看到刘风韵目瞪口呆的样子 老头笑着说道 怎么样 那天我说 我有几分法力 你还不相信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厉害 小伙子 你还没入洞房吧 刘风韵摇了摇头 老头笑着说道 我和你商量个事 刘风韵问道 什么事 老头说道 今天晚上 让我让我来替你入洞房 怎么样 听了这话 刘风韵顿时不高兴 你这老头 怎么这般无礼 不要忘了 当初 还是我救了你一命呢 我不让你报恩也就罢了 为何还要这般无礼取闹 听了刘风韵的话 老头并没有生气 依旧笑着说道 年轻人 你看我像坏人吗 刘风韵疑惑地说道 要是能从脸上区分出好人坏人 这个世上早就没有坏人了 哼 老头说道 年轻人 你是个好人 老头 我也是知恩图报之人 实话告诉你吧 你今天夜里有血光之灾 我此番前来也是给你消灾解难 来了 血光之灾 老头 你可别吓唬我 刘风韵问道 老头说道 年轻人 时辰已经不早了 再拖下去 可就大事不好了 话音未落 刘风韵只觉眼前 又有一道金光闪过 再看去 老头已经不见了 他的眼前竟然出现了 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就在刘风韵目瞪口呆之际 老头说道 跟我来 说完老头便拽着 他朝着洞房走了过去 来到洞房门口后 老头巧声对刘风韵说道 站在这里不要出声 老头的话似乎有一股神奇的魔力 刘风韵竟然乖乖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了 老头进到洞房门上门后 朝着在床边坐着的秀姑说道 娘子 时辰不早了 咱们也该休息了吧 秀姑叫声说道 你这个呆子 怎么也不把我的盖头掀下来 难道就让我盖着盖头睡觉吗 老头连忙笑着说道 看我这新郎官 连这个也忘记了 说完 老头便从一旁的桌子上拿起秤杆走上前去 将秀姑的盖头掀了起来 就在盖头掀开的一刹那 一阵令人恐怖的笑声从秀姑的嘴里传了出来 刘风韵 你去死吧 再看去 床上坐着的秀姑早已经变做了张四毛的模样 这一幕 只把外面的刘风韵看了个心惊肉跳 只见张四毛双眼通红高举双手 就朝着老头的脖子掐了过去 老头赶紧往旁边一闪 嘴里冷笑着说道 雕虫小记竟敢搬门弄斧 孽畜 还不显出原形 话音未落 老头已经变成了一只桌子般大小的蛤蟆 只见他往地上一蹲 嘴里慢慢鼓起 片刻之后 蛤蟆的嘴里吐出一股白烟 将张四毛笼罩在白烟之中 白烟中顿时传来阵阵惨叫 片刻之后 白烟散尽 只见那张四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在他旁边上有一只顽口般粗细的大蛇 大蛇的肚子高高隆起 像是吃了什么东西似的 转瞬间 蛤蟆已经变回了老头的模样 随后 老头朝着门外的刘风韵说道 进来吧 此时 躲在门外的刘风韵 早已经被屋子里的情形吓坏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战战兢兢地走进了屋子 看着躺倒在地的张四毛和那条大蛇 刘风韵颤抖着问道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娘子呢 老头指了指那条大蛇说道 快把她的肚子划开 你的新娘就在里面 听了这话 刘风韵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赶紧冲出屋子找了一把刀子 划开大蛇的肚子之后 绣姑从里面滚了出来 此时 绣姑脸色苍白 看到这 刘风韵顿时哭着朝老头说道 我娘子她怎么了 老神仙 求求你救救她吧 老头从身上掏出一颗丹药 递给了刘风韵说道 不要着急 把这颗丹药给她扶下去 老头说完 刘风韵就连忙 将丹药喂进了绣姑的口中 片刻过后 绣姑就醒了过来 见绣姑安然无恙 刘风韵喜出望外 赶紧跪倒在地朝着老头磕起头来 从老头口中 刘风韵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那条大蛇一直躲在岸边专门挑来江中捕鱼的年轻男子下手 几年间 已经有好几个年轻人被她吃进了肚子里 吃了人之后 大蛇变得有些妖气了 于是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那只蛤蟆本是一只守护在河边的金蝉 见大蛇无辜伤人 便要将它绳之以法 奈何大蛇异常狡猾 好几次都被它逃脱了 在一次搏斗中 金蝉身受重伤 但依旧未能将大蛇制服 那天恰逢刘家庄村举行捕鱼大赛 大蛇知道金蝉身受重伤 便计划趁此机会将它除掉 以绝后患 谁料却被刘丰韵刺伤后落荒而逃 大蛇受伤后 便将仇恨转嫁在了刘丰韵的身上 等它伤好后 它便找到了同样被刘丰韵踢了一脚的张四毛 一个是为了复仇 另一个则是为了将绣姑取到手 很快 两人就达成了默契 随后 大蛇便附在了张四毛的身上 娶亲当天 趁着洞房里只剩绣姑一个人的空当 大蛇一口将绣姑吞掉 随后又变作了绣姑的模样 计划趁着洞房之夜将刘丰韵除掉 那天 金蝉被刘丰韵救下以后 便回家养伤去了 伤好后 它怕大蛇报复刘丰韵 于是便来到了刘丰韵的家中 老头说话中间 那张四毛已经醒了过来 看到躺在身边的那条大蛇 张四毛不由地吓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他惶恐不安的时候 老头开口了 你现在知道绣姑为什么不肯嫁给你了吗 你这个人心眼太坏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 你说绣姑他能嫁给你吗 你要是肯改过自新 或许这辈子还能娶到满意的媳妇 可如果你还是要执迷不悟 那可不就仅仅是打光棍的事情了 怎么样 听明白了吗 听了老头的话 张四毛连忙在地上磕头祷告起来 声称自己以后一定要改邪归正 见他如此 老头也就没有再为难他 张四毛走后 老头又对刘丰韵说道 小伙子前几天你为了救我把船也丢了 我这就陪你一条新船给你 说完老头朝着那条大蛇一指 一道金光闪过 大蛇顿时变坐了一条小船 小船看上去并不大 只有床那么大 可他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能大能小 随后老头又将口诀传授给了刘丰韵 有了这条小船之后 刘丰韵每次捕鱼都开着它 每次捕鱼 它都能不费吹灰之力捕到很多的鱼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 刘丰韵就再也没见过那只金铲 不过每次在他出海捕鱼的时候 岸边都会传来阵阵咕咕的叫声 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捕鱼汉子失踪的事情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张四毛也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变得心善老实了 不久之后 他也娶了妻子 故事完 本文为作者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